同学聚会前 班长在群里发起一个收入调查 大家放心 调查是匿名的 目的是根据同学们的经济状况 来规划本次活动内容和费用支出 因为程序错误 我不知道自己选的财富自由 变成了最低档月入三千以下 我更不知道 调查结果没有匿名 毕业15年的高中同学聚会 地点定在一家度假山庄 我到的时候 包间里似乎已经坐了不少人 他那会学习成绩那么牛 没想到混得这么惨 一月三千都不到啊 我靠 所以他是觉得丢人 这些年才不跟大家 也不知道他们在讨论谁 气氛还挺热烈 我把门推开 十几双眼睛齐刷刷看了过来 女同学各个打扮得珠光宝气 男同学则是领带衬衫大手表 显得我这个只穿了休闲服的人格格不入 班长蹭的一下站起来 指着我惊喜道 记不打 我冲他点头 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他推着我坐在离门口最近的位置上 对着众人道 你们不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多难找 我费了老大劲 才加到他微信 拉群里的 不知道谁说 大学霸 这么多年杳无音讯 你是不是故意躲着老同学们啊 我笑道 怎么会 大学毕业后出国读研就一直待国外了 最近才刚回来的 国外 嘿哟 我的天 你不会还在念书吧 一个语调很夸张的声音响起 我抬眼看去 是一个身材圆润的小眼睛男人 很眼熟 但就是想不起名字 有人及时解围 纪伯达 胡一扬你都不认得了 你俩上学那阵还打过架呢 想起来了 胡一扬当年学习成绩烂到发指 老师每次训他的时候都会拿我做对比 渐渐的 他对我就越来越不满了 他每次抱着篮球从我身边路过 都要讥讽一句 输呆子 时过境迁 当初我俩为什么打架 我都忘了 不好意思啊老同学 太久没见了 不能怪我认不出来 他现在的体重 估计是当初的两倍都不止 胡一扬脸上 带着一抹意味不明的笑 确实很久不见了 那说说呗 你现在干嘛呢 大家伙都很好奇 就是啊 快说快说 众人也跟着催促 我刚开口 我现在在国外 这是包间门打开了 一对俊男靓女并肩走了进来 男的一身高级定制西装 气质慵懒随意 女的五官柔美 挽着身旁的男人 脸上带着得体的笑容 班长喜行余色 一公子来了 还有咱们的柳大美女 包间里气氛瞬间活跃起来 众人跟两个人热情地打着招呼 胡一扬促霞地笑 对来人挤眉弄眼 一公子 看看今天还有谁来了 男人目光落到我身上 他上下打量一番 嘴角勾起 纪博达 我微微点头 不假思索说出了他的名字 伊藤成 忘了谁我也忘不了他 我高中三年的死对头 还有 我看向他身边年过三十 依旧漂亮的女人 我的初恋 柳如烟 柳如烟眼神跟我对上 又轻描淡写地一开 高考结束的第二天 他跟我提出了分手 我不死心地追问他为什么 直到伊藤成给了我一张照片 那一刻我如遭雷击 我珍惜呵护的女孩 跟伊藤成在酒店的大床上紧紧相拥 眼神迷离 原来 高考结束的当晚 柳如烟就跟伊藤成去开了房 伊藤成不忘羞辱我 你一个穷小子 上大学的学费都得自己挣 配谈恋爱嘛 我失魂落魄的样子 让他无比痛快 而我跟柳如烟 自那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帮他刨腿打饭 整理笔记 复习功课 省钱买生日礼物的那个我 以为高考之后 就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的我 活活像个笑话 思绪从往事中拉回 当初的愤闷早已烟消云散 我静静看着两人 坐到了对面的主兵位 胡一阳自动做起了前情提要 你俩来之前 我们正跟纪博搭聊呢 人说他这些年都在国外 最近才刚回来 伊藤成看向我 是吗 看来是学成归来了呀 我记得你大学志愿 填的是计算机吧 进哪家互联网大厂了 我白手 没有没有 我回国就是休息一段时间 他脱口而出 休息 那不就是还没工作 我一正 倒是没料到他会这么想 这时 伊藤成身旁 有个人凑到他耳边说悄悄话 我认出那人是张燕萍 张燕萍高中的时候 跟我一样是贫困生 可他不把精力放在学习拿奖学金上 成天就跟在伊藤成屁股后面当狗腿子跟班 因为伊藤成家里有钱 指缝里随便漏一点就够他几个月的零花钱 伊藤成眼中先是闪过不可知性 张燕萍憋憋着笑指了指自己手机 伊藤成看了看手机 又看向我 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 虽然不知道两个人在说什么 但是伊藤成看我时 眼里的轻蔑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只不过 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自卑敏感的毛头小子了 伊藤成脸上甚至出现了几分怜悯 纪博达 其实在座的都是老同学 有什么困难你就说 说不定大家还能帮你呢 我差异起来 帮我 班长跟着附和 对 纪博达 你就说说呗 伊藤成继承家里的厂子当了老板 帮你解决工作那就是碎碎个事 我哭笑不得 不劳大家费心 我有工作 张燕萍吃笑道 得了得了 对有的人来说 那面子就是能当饭吃呢 然后他盯着伊藤成放桌上的车钥匙 突然拍起了马屁 伊公子这时又换车了 伊藤成不慎在意的摆摆手 我家老头说我现在大小时的老板 要稳重 这不 非让我换个A8开 那这下来得一百多万吧 差不多 好家伙 在我老家 这就是两套房了 且 你老家那是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 任伊公子买着车跟喝水一样简单 伊藤成坦然接受众人的夸赞恭维 偶尔不无得意地瞧我一眼 他身边的柳如烟 与有容音一般 跟着默默微笑 我默默低头喝茶 班长扫视了一圈 说道 现在就差高婷婷了 每次聚会都最后一个来 话音刚落 一个浓妆艳母的女人走了进来 一张嘴就是大嗓门 班长 我这不是来了吗 上学的时候 高婷婷跟柳如烟是闺蜜 他一直不赞成柳如烟跟我谈恋爱 理由是跟我这个穷小子 不可能有未来 高婷婷禁止走向柳如烟身旁的空座 如烟 你老公可以啊 换车比换衣服还快 柳如烟柔柔笑道 哎呀 没有了 高婷婷斩定截铁地说 还说没有 停车场那兰博基尼 除了你们两口子 还能是谁的 柳如烟的笑缓缓收起 啊 那不是我们的呀 高婷婷看了看柳如烟 又看向伊藤城 真不是啊 那是谁的 众人一听也都来了兴致 纷纷猜测起来 我靠 咱班谁这么好横 比一公子派头都大 是谁发财了 行啊 出息了呀 伊藤城淡淡道 应该是这山庄其他房间客人的吧 张燕萍跟着点头 你们也不动脑子想想 咱们班除了伊公子 还有谁有这个彩礼 几百万的车说买就买了 众人一想也对 八卦的心都泄了下来 我轻咳一声 那车 是我的 我声音不大 包间内却瞬间安静下来 高婷婷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 他显然十分意外 呀 这不是咱班的学霸基博达吗 这些年躲哪儿去了 这混的是好是坏也不跟同学们联系联系 胡一扬显然不相信我的话 你的 我还说是我的呢 张燕萍也是一脸无语 哥们 过了昂 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 你知道那车得多钱吗 你就敢 我从口袋掏出车钥匙对他晃了晃 知道啊 看到我手里的车钥匙 他脸色立刻变了 剩下的半句话吞进了肚子 别说张燕萍了 所有人都像见鬼了一样看着我 包间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高婷婷瞪大了双眼 柳如烟震惊又疑惑 伊藤诚皱起了眉 他的目光在我和车钥匙之间来回群巡 好半赏 不知道谁由衷感叹了一句 卧槽 众人方才回过神来 纪伯达 真是你的 你啥时候买的 这这这 班长 刚刚一来你们不是说 伊藤诚突然扬声道 你说车是你的 那我问你 这车保养周期是多久 有什么特别的保养项目 保养费用是多少 他直直盯着我 其他人听到这话 也都安静下来看向我 等待我的回答 我摇头 不太清楚 我是真不知道 这些问题向来用不着我操心 可这话在他们听来 就变位了 张燕萍像抓住了我的漏洞一样 立刻大声叫起来 哎 车如果是你的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伊藤诚似乎是心中所想得到了验证 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 整个人肉眼可见地放松下来 他往已被上一靠 轻飘飘道 我听说兰博基尼这种车 租一天的费用至少得小一万 你们说租这种车的人 到底都是什么心态 说吧 他又看向我 纪伯达 你千万别多想 我没说你啊 我不在意地笑笑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 还能是什么心态 装必备 我觉得吧 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一个人平时是什么档次 认识的人心里都明镜一样 真没必要 高婷婷笑得咯咯咯 就好比一个天天挤地铁的人 说他有一屋子爱马仕 并没装起来 只会让听的人觉得可笑 胡一阳抬手示意众人安静 好了 大家都别说了 他跟一腾城挑了下眉 随后转头一脸坚定地看着我 纪伯达 我相信你 这豪车就是你的 那你再跟同学们说说 你是怎么挣钱的 我们也学学 他话是这么说 可那副嘴脸一言假 我懒得跟他说太多 便言简一概 创业了 创业啊 胡一阳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 一个男同学插嘴 我有个高中都没念完的表弟 天天家里蹲 对外也说创业呢 不少人毫不掩饰地笑起来 胡一阳阳怒 说什么呢 你表弟是你表弟 跟纪总比得着吗 说话的人憋着笑 对对对 不一样 毕竟他可不敢去租个 兰博基尼参加同学会 包间内又是一阵哄笑 一腾城食指在桌上敲了几下 班长 人都来起了吧 班长举起酒杯站起来 同学们 我讲两句啊 首先 庆贺咱们毕业十五周年 再次相聚 其次 欢迎纪博达同学这个失踪人口回归 不光是这一次 下一次二十周年聚会 所有人都还得来了 一腾城沉声道 咱们班这个传统非常好 五年聚一次 一起互相见证 成家立业生孩子 很有意义 趁着今天聚会 我跟如烟也有个好消息 要分享给大家 她跟柳如烟相视一笑 如烟肚子里 已经有了我们的宝宝 刚满三个月 众人一听 纷纷向二人道喜 高婷婷不满 如烟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怀孕都不跟我说 柳如烟小声道 我婆婆说 三个月之前胎不稳 谁都不能说的 你备孕这么久 电视台那边 是不是都好久没去了 你专业是播音主持 又长得好看 再干几年说不准 就是抬柱子了 等孩子生了 如烟就会辞职 以后安心在家陪孩子就行了 一腾成搂住柳如烟的肩膀 一副大男子主义的模样 我们一家的媳妇 不用那么辛苦 柳如烟脸色 有一瞬间的不自然 随后又跟着笑了起来 我想起当年填报志愿的时候 柳如烟特别自信地说 她以后一定要做一个 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成为一个优秀 又专业的事业型女性 她护地看向我 纪伯达 你结婚了吧 所有人目光再次集中到我身上 还没 众人都有些意外 胡一阳开始夸张地大叫 不是吧不是吧 尊贵的兰博基尼车主想结婚 那不得一堆女人排着堆要嫁啊 有几个人听到她这话 滴滴笑了起来 我没在意她那饱含讥讽的调侃 淡淡道 我女朋友说想以事业为先 我尊重她的意愿 且 张燕萍显然不幸 三十多了还没结婚 最好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别找那老多理由 想想是不是彩礼没给够 还是房子没到位 柳如烟追问 那你女朋友是做什么的 我如实回答 她做翻译 具体呢是同声传译 所以经常需要参加一些国际会议 或者跨国商业谈判 说起来比我多忙 高婷婷立刻接话 哟 好洋气啊 我活这么大 也就只听说过一个学妹干这行的 不过人家是白富美 专门去英国留学学的 我点点头 对啊 我女朋友也是 她翻了个白眼 那给你女朋友打个电话呗 让我们也看看高级人才长什么样 她现在在国外 有时差 不太方便 刚一说完 张燕萍就跟身旁的几个人挤眉弄眼 高婷婷也是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一腾城微微审笑 还是纪博达聪明啊 跟上学的时候一样 就算是做错了的题目 也能给老师讲得头头是道 我不傻 听得出来她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我没再说什么 回了她一个笑 他们信不信 对我都没什么影响 我毫不在乎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一腾城对着众人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对啊 我是在龙湖山庄 这不同学聚会吗 今天 新区管委会的赵主任今天也在这里 行 我知道了 一腾城挂掉电话后 对着众人道 不好意思了诸位 我先失陪一会儿 有人问 一公子有事 是啊 我跟我家老头打算今年把厂子规模再扩大扩大 想要拿到土地使用权 可不得靠这位赵主任吗 老头非让我过去打个招呼 他脸上戴着一如既往的傲瑟 仿佛在说 这屋里也就只有我有资格跟政府要员来往 那一公子快去呗 别耽误了正事 一腾城起身 让柳如烟给他整理衣服 我也站了起来 胡一阳见状忙大喊 哎 纪总你干嘛 怎么 你也要去找赵主任啊 他的话又惹得众人爆发出一阵大笑 一腾城邪腻我一眼 眼底满是不屑 我笑笑 我上厕所 厕所在过到尽头 回来时路过其中一个包间 门虚掩着 我能很清楚地听见里头在说话 赵主任 我是XX厂的经理一腾城 上个月我们在您办公室见过面的 不好意思 我今天是朋友私下聚会 不谈公事 没没没 我就是过来跟您敬一杯 没别的意思 敬酒呢 也大可不必 我今天开车了 不方便喝酒 我回到包间后没多久 一腾城也回来了 他面无表情 看不出任何异样 众人此刻正在聊房子 孩子快上小学了 还是得入一套学区房才行啊 还好我们家那位有远见 买房的时候就冲着学位去的 现在不用发愁了 一公子 你孩子以后打算在哪上学啊 一腾城没反应 柳如烟戳了下他 他才漫步惊心道 我们不准备在国内卷了 孩子就让他从小上国际学校 到了高中出国 不过我跟如烟最近也在看房子 等有了孩子 再加上月嫂 阿姨 两边父母来小住什么的 现在的房子还是有点小 高婷婷诧异 你家现在那可是三百平 还不够住啊 柳如烟左手里了李掉落的头发 露出手指上的大钻戒 笑道 其实我们一直就有换别墅的打算 现在宝宝快出生了 就要抓紧了 众人听了又是羡慕又是感慨 到底是一公子 有 有个卷发的女同学说道 说起别墅 我有个朋友在中海别墅院的物业上班 你们要不要去看看那里 环境特别好 柳如烟连忙摆手 这种级别的 我们可看不起 班长则舌 中海别墅院谁是顶尖的豪宅 总家那得一个小目标呢 也不知道都是哪些人在买这种豪宅 没老板吧 他们兴奋地讨论着 我默默吃菜 胡一阳突然cue我 季总 你看你都开兰博静尼了 中海的别墅不来一栋 有人说 胡一阳 你差不多得了 我怎么了 我就是觉得只有这种顶级豪宅 才配得上尊贵的兰博静尼车主的身份吗 胡一阳坏笑着看我 等着我的回答 我看向他 漫条四里道 你怎么知道我买了 中海的别墅 我上个月刚买的 扑 有人一口茶喷了出来 班长一脸无语 高婷婷跟柳如烟对视一眼 前者指了指自己脑袋 意思是我脑子进水了 张燕萍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 哎呦卧槽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我宣布 我今天所有的笑点都被纪博达一个人承包了 哈哈哈哈 乐死我了 胡一阳对着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算是懂了 出门在外 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其他人更是笑作一团 包间内热闹的气氛 简直到达了高潮 外头的服务员路过 都忍不住要停下看一看 班长看不下去了 对着我苦口婆心起来 纪博达 这玩笑开得就没意思了 我手机响了起来 是我女朋友打来的视频电话 我正准备出去接 胡一阳一把按住我 宣宝 哟 是女朋友吧 那就在这儿街 别害羞嘛 就是就是 都是老同学 怕什么 众人起哄说 想看看我女朋友 我想想也没什么 就按下了接听 一头干练短发的女友 出现在镜头里 离我最近的两个人 在看到女友后 倒吸一口凉气 亲爱的 你在哪呢 我今天高中同学聚会 你忘了 女友恍然大悟 哦 对对对 看我这记性 我关心到 你忙吗 对了 活动顺利吗 嗯 这次经济峰会上 又见到了不少老熟人 还有几个你的校友呢 我跟你说 英国这天气 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我要赶紧回国 好 到时候我去接你 爱你 电话挂断 刚刚还扎扎呼呼的胡一阳 此刻看着我不说话 面色胡一 离我比较近的一个女同学 由衷感慨 天哪 纪博达你女朋友 长得跟女明星一样 也太漂亮了吧 对面的柳如烟脸色一变 很快又恢复正常 我笑了 她要是听到你这话 一定很开心 纪博达你女朋友 真在国外啊 我靠 我刚刚以为她胡说八道呢 那她真的是翻译吗 人家那个叫同声传译 更厉害好吧 高婷婷却嗤之以鼻 你们怎么这么好骗啊 随便找个人 打个电话 能说明什么 胡一阳似乎也反应过来 赶紧说 就是 刚刚突然说去上厕所 就是安排演员去了吧 嘖嘖嘖 纪博达 我说你今天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我哑然失笑 没想到他们居然会觉得 我女朋友是我找来的演员 不知道谁喊 你有本事 就再找个人来证明一下 你买了中海的房子呗 张燕萍撇撇嘴 他能找到个屁的证明 这别墅总不能也跟车一样 还对外出租吧 众人哄笑 个个看我的眼神都带上了怜悯和不认同 高婷婷讥讽道 所以说做人呢 还是得脚踏实地 不然只会像个跳两小 那个 卷发的女同学忽然打断他 弱弱地说 我刚刚问了我朋友 她说中海上个月确实成交了一套最大面积的别墅 业主就信计 所有人难以置信 气气看向我 我回以一个微笑 这次可不是我说的 但是 柳如烟温声细语道 你朋友没有说业主全民吗 卷发女同学摇头 她说他们本来就不能透露业主信息的 全民绝对不能再告诉我了 屋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一直没说话的一腾成 突然把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撂 她身旁的柳如烟都被吓了一跳 纪伯达 你他妈差不多就得了 你今天就是处心积虑故意处处压我一头是吧 那 就为了过个嘴瘾 你有意思吗 又不幼稚 丢不丢人 一腾成骤然发怒 脖子上青筋都起来了 因为他 包间内气氛变得无比尴尬 班长试图打圆场 都是老同学 没必要动气 纪伯达跟大家好久没见了 可能就是开开玩笑嘛 一腾成不为所动 继续输出 我告诉你纪伯达 你不想承认也得承认 你他妈过去 也就是在成绩上能跟我比一比 现在出了学校 你再来跟我比 什么都不是你知道吗 听他说起过去 我本应该生气的 但我只是静静看着他 甚至还笑了笑 我的态度更加激怒了他 他音量陡然升高 承认自己是个loser 有那么难吗 你那可笑的自尊心 能值几个钱 你以为大家伙谁还真心了 你那些草稿都不打的牛逼 不过是把你当小丑一样 逗一逗找个乐子罢了 中海别墅 别说你这辈子买不起 你祖宗十八代 加起来都买不起 哪天你真买了 我一腾成叫你一声爹 我从容地喝了一口茶 相比于他 我淡定多了 一腾成 在别处受了气 就对着我发火 不太好吧 你他妈说什么呢 我提高音量 我说 人家赵主任不给你面子 不喝你敬的酒 你也犯不着把气朝我这撒 我可不欠你的 一腾成脸色一变 眼中闪过一丝尴尬和恼怒 你放什么狗屁 你算哪根葱 你连赵主任这种人的一根头发丝 都挨不着 纪总 一道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 所有人扭头去看 一腾成看到后大感意外 他条件反射般站起来 赵主任 赵主任没理会他 一只脚已经跨了进来 他看着我惊喜道 纪总 没想到你也在这儿呢 出于礼貌 我走到门口跟他握手 对 跟老同学吃个饭 早知道你也在这里 咱们应该喝一杯的 您跟朋友聚会 我怎么好意思打扰 哎 他颇为不赞同 看你说的 只要纪总有时间 我就有时间 我笑 那咱们回头再约 行 说好了 我等你 赵主任得到了我的沉默 乐呵呵地走了 全程没有给一腾成一个眼神 我一转身 身后众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 一腾成还保持战力的姿势 一脸猛逼 显然对刚刚发生的事还不太理解 班长小心翼翼问我 纪博达 你跟那位领导是什么关系啊 还没确定的是 我不想多说 于是含糊到 一些事业上的合作罢了 说完我就对上了胡一阳和张燕平直勾勾的眼神 审视 探究 疑惑 我慢悠悠道 赵主任可不是我能请得动的演员 不信你们问一腾成了 两个人今天头一次没再出声反驳我 只是神情复杂地看了一眼一腾成 一腾成脸已经长成了一块猪肝 毕竟刚刚赵主任没给他面子 可是所有人都看到了 柳如烟不安地看向他 班长再次问我 纪博达 你到底是干嘛的 我早都说了呀 我毕业后就创业了 开了个小公司 一个男同学拿着手机突然激动地大喊 卧槽 你们看今天的财经新闻推送 他念了起来 科技归根 百亿富豪纪博达的IT孵化之梦 纪博达在采访中表示 信息技术是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 在A市新区投资数议员建立一个IT孵化中心 他还表示 希望随着孵化中心的运营 为A市的创业者们提供一个舒适便利的工作环境 见证各种创业项目在这里诞生 成长 壮大 不难预料 此举不仅会为A市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也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企业将目光放到A市 带动经济更加繁荣 文章被转发到了群里 一打开赫然就是一张我的个人照 包间里再次陷入沉默 时间仿佛凝固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个人颤颤巍巍的念叨 百 义 富 豪 纪博达 我的妈呀 这这这 这是咱班这个纪博达对吧 废话 照片都有了 所有人交换着震惊的眼神 惊叹声此起彼伏 胡一扬死死盯着手机 张燕萍咬牙看看我 又看看手机 然后再看我 高婷婷笑不出来了 而一腾成和柳如烟 一个脸色发黑 一个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显然 这则新闻 或者说这个认知 像一颗重磅炸弹 让他们感到难以接受 班长激动地站了起来 纪博达 纪总 你可真是太谦虚了 太低调了 我们真是没想到 你现在这么厉害 我淡淡一笑 也没有吧 我说我开的是兰博经理 住的是中海别墅 是大家不信吗 胡一阳和张燕萍 骚得要命 脸都快埋桌子底下了 众人回过神来以后 包间里快炸翻天了 一群人兴奋地围住我 纪博达 你开的是什么公司啊 AI科技 在硅谷 哇靠 人工智能呀 你现在这身价 你公司是不是上市了 对 媒体妈 总爱夸张一些 吸人眼球 没那么多的启示 纪总你就别谦虚了 那你的别墅 真的花了一个小目标吗 其实早在上学那阵 我就觉得 纪博达不是池中物 迟早要出人头地 老话怎么说来着 末期少年穷 太立志了 我的老天爷 我要跟我媳妇说 我同学是大佬 连高婷婷也尴尬地笑道 纪博达 刚刚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你千万别介意哈 面对众人态度 180度大反转的热情 我还真有点招架不住 突然哐当一声巨响 桌子上的碗碟都被震动 众人吓了一跳 一腾成黑着脸站了起来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吧 他推开椅子就迈出了门 路过我身边时 他视线跟我对上 脸上满是不愤和恼怒 柳如烟一个人尴尬地坐在原处 他强撑着笑道 家里有点急事 同学们不好意思 那我也先走了 两口子走了以后 不知道谁先起了的头 语气挺不屑的 要我说 一公子大可不必 人外有人 更何况纪博达 是咱们的老同学了 不能见不得人 好吧 几个人立刻附和 其实我早看不惯他了 不就是仗着家里有几个钱吗 哪个是靠他自己挣来的 同学们客气几句 他还真把自己当的人物了 成天用鼻孔看人 你们都看见没 刚刚那领导 人家根本就不鸟他 跟纪博打笔 他算 众人的讨论戛然而止 柳如烟正站在门口 紧抿着嘴 眼里全是水汽 看来他听到了那些话 他一言不发进来 拿走了一腾成落下的外套 任凭高婷婷怎么叫 不回头的走了 聚会结束后 等我开车到家 手机里全是申请添加好友的信息 群里更是把我夸上了天 胡一阳跟张燕萍 对我的态度也变了 两个人在群里疯狂爱的我 请我通过一下他们的好友申请 唯独一腾成跟柳如烟 从头到尾没出来说过一句话 没过几天 我又见到了一腾成 是在赵主任的办公室门口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找他 一腾成手里正拿着一个文件袋 在门外等待着 看到我 他明显一愣 我冲他点了个头 他却别扭地转过了身 赵主任打开门 热络道 纪总 可算是等到你了 快进来 我跟你说 IT孵化中心的很多细节 一个多小时后 我出来 一腾成还在门口的椅子上等着 这次我没再看他 静止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走出大楼 又碰见一个让我意外的人 柳如烟 我跟他打了个招呼 便准备上车 没想到他叫住了我 还没开口 就泪眼朦胧 纪博达 你 你还认我吗 其实我当初 我打断他 都是过去的事了 没必要再提 没什么别的事的话 就告辞了 我女朋友还在车上等我呢 柳如烟呆呆呆地看向我车的副驾驶 车里的女友 察觉到她的目光 从她微笑招手 柳如烟难难道 婷婷说 你女朋友比我们低一级 从小出国留学 是个白富美 我没回答她 我俩还要去民政局 赶时间 走了 柳如烟神情恍惚 目送我上了车 一脚油门离开 车子走远后 女友回头 是你同学 她好像还在看我们 我笑道 管她呢 乡车美女 估计看不够吧 则 你怎么油嘴滑舌的 哈哈 哈哈 再听到一腾成 跟柳如烟的消息 是在半个月之后了 两个重磅消息 柳如烟流产了 一腾成跟柳如烟 在闹离婚 说不震惊是假的 毕竟两个人 从高中毕业之后 就在一起了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居然会突然离婚 饶事我不主动八卦 也有断断续续的 各种留言 传到耳朵里 原来 这两个人的恋爱 并不顺利 一腾成在结婚之前 就劈腿过好多次 柳如烟都忍了下来 两个人结婚以后 迟迟要不上孩子 无奈之下 只能去做试管 柳如烟为了专心备孕 甚至停掉了 好不容易得到的 电视台主持人工作 为了要孩子受尽了罪 以及婆家人的奚落和白眼 离婚的导火索 是两个人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大吵一架 暴怒的一腾成 推倒了柳如烟 让他本就不太稳定的胎儿 没保住 一腾成他爸知道 这件事以后 差点没把他打个半死 我不由地想到了聚会那天 一腾成跟柳如烟的 相处模式 恍然觉得 也许柳如烟 早就受够了一腾成 受够了这段 不对等的婚姻吧 不过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 某天深夜 柳如烟突然通过同学群 来嫁我微信 纪伯达 我离婚了 我现在真的好难过 好无助 想找人说说话 我没理会 并退出了同学群 身旁的妻子睡得很熟 我关掉手机 抱着她一起安然入睡 全文完